我在這地方還是要表達一個抱歉 我的錯誤常常在只看到這個需要 而沒有去考慮到它的後續的後果 這是我個人私利不足的這種壞習慣 這是我要面對的責任 因為這個種種的錯誤 我幾經思考 我還是要向黨請假三個月 自動申請調查 我個人也要好好反省 我到底還能不能帶領台灣民眾黨 到底還能不能給我們的支持者一個願景 還有繼續前進的力量 我也要向所有的小草們說一聲抱歉 我這一路其實非常的努力 我可以說是日夜工作 不想讓大家失望 也希望說台灣的改變可以更快 但是在過程中自己亂的腳步 我要告訴大家 你們審吃減用捐出來的每一塊錢 每一個支持的行動 我都非常的珍惜 我從來沒有貪圖個人的享受 也沒有想到說 因為我的疏忽還有草率 辜負了大家對我的信任 你們的憤怒不滿責難 我都要蓋瓜承受 2024總統大選政治獻金申報的風波 還有後來發生的一連串的事件 重創了本人跟台灣民眾黨的聲譽 形象 也造成各界紛擾 特別是也讓支持台灣民眾黨的朋友們 失望 我在這地方還是要表達一個抱歉 政治獻金申報的部分 一發現問題我就下令要徹查 經過剛才的解釋 大家應該都有初步的了解 錢都在了 他只是 會計師登入錯誤 還有我們這邊沒有附和 造成了這個呼籠 這是我們調查結果 不過當然進一步還是要接受外部的集合 在得到簽證以後 在一向監察院做補證 還有先調查局報告我們的調查結果 這次的事件 我還是要負責最大的責任 因為我錯在完全的信賴跟信任 來錢款的 只要財務長簽合就放行了 也沒有這個審查跟集合的機制 那台灣民眾黨從創黨之初 可以說是舉副維艱 我們常常跟台灣的中小企業 在一開始發展的一樣 要一個人身兼素質 這次的大選 我們敬總財務長李文中的妹妹 是木可的董事長 但是他同時也兼任淨總的出納跟會計 原本想要節省人力 結果變成沒有監督 我們賠掉了整個財政紀律 也讓大家失去了對柯文哲跟民眾黨的信任 我的錯誤 常常在只看到這個需要 沒有去考慮到它的後續的後果 台灣民眾黨需要在立法院附近有一個國會辦公室 這已經是這多年來我們都知道我們有這個需要 那很希望說一個辦公室我們可以穩定的經營黨 特別是我們目前包括智庫、協會、基金會 都還在中央黨部裡面 這本來就應該要分開來 所以我當時才會用這個選舉後的選舉補助管 去買一個辦公室 要給台灣民眾黨作為這個國會辦公室使用 但是我都沒有想到說這個動作 常常會引起這種很多的誤解 還有這個負面的觀感 這是我個人私利不足的這種壞習慣 這是我要面對的責任 因為這個種種的錯誤 我幾經思考 我還是要向黨請假三個月 自動申請調查 我個人也要好好反省 我到底還能不能帶領台灣民眾黨 到底還能不能給我們的支持者一個願景 還有繼續前進的力量 在這個地方我要向支持者跟團隊說一聲抱歉 你們都辛苦了 這段時間你們出門會面對很多的責難 甚至哀罵 但是你們都還努力不懈 因為我知道你們對台灣還是抱著一份憧憬 有一份熱情 希望台灣有一個更好的未來 我也要向所有的小草們說一聲抱歉 我這一路其實非常的努力 我可以說是日夜工作 不想讓大家失望 也希望說台灣的改變可以更快 但是在過程中自己亂的腳步 我要告訴大家 你們省事簡用 捐出來的每一塊錢 每一個支持的行動 我都非常的珍惜 我從來沒有貪圖個人的享受 也沒有想到因為我的叔父還有草率 辜負了大家對我的信任 你們的憤怒、不滿、責難 我都要蓋瓜承受 接下來的三個月 我會靜待黨內的調查結果 我也好好思考 怎麼替台灣繼續服務 我也想在這個地方 拜託大家 請大家給台灣民眾黨優秀的黨公子 還有我的夥伴們 一個公平發展的機會 因為他們已經因為我 承受了太多的壓力跟責難 他們都在為了一個更好的台灣而努力 我相信 我們大家都可以一起走出這個風暴 這個困難 台灣民眾黨不會是一人政黨 我們一度的努力 也不會就此化為烏有 台灣民眾黨的夥伴們 我們大家堅定的走下去 台灣好不容易才點燃了這個改革的火苗 不可以因為我 我少數幾個人的錯誤 就讓它消滅我 我們要繼續努力 謝謝大家